2013年的时候补选才输他1000票 而且补选的时候 你被王卓军警政署署长 那个马英九时代的警察头头要求 要穿防弹背心 对不对 然后2016年打的最后 居然因为柯文哲车后腿 你两度跟严加对垒 都非常的辛苦 到今天你怎么看 这一次的选情 而礼拜天在杀戮 很多人跟我说 这是空前的民进党最团结一次 走出来的人最多的一次 然后这个是压制 这个严宽恒的选情 是最严密的一次 那你自己看了 做何感想 而这次的选举 严宽恒 严清彪家族 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 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最后四天 你认为选情会怎么变化 其实我觉得这是台湾 唯一第一次 唯一的一次 就是说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好好检视一个 过去是黑金背景的一个家族 那检视完之后 其实台湾的人民 应该就证实了 确实是黑金家族 不是假的 过去都是听说的 那这次看了就是真的嘛 能霸都要霸 能战都要战 能用全部都要用 能赚全部都要赚 对不对 然后能够有点小违规 都要违规 能灰色就灰色 能黑色就黑色 这就是黑金家族啊 所以这是台湾第一次 好好检视台湾政治里面 过去在黑金的这一面 那要怎么处理 我觉得台湾人民在这一次 已经大规模的检视了 所以我不管走到哪里 大家都跟我说 四凯 原来你的选区 是这么不法治的 而且你碰到的是这样的对手 原来你这十几年 在那边是这样活下来 好委屈啊 是不委屈啦 但是就是说这个面目 第一次让大家看到 那大家看到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社会会有这么高度的讨论度 其实就是这个社会已经在自我检讨 台湾的民主已经在自我检讨说 这样的机制或这样子的环境 或这样子的结构 到底应不应该在台湾社会 继续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在选区上看到 刚才扣姐有在讲 就是说杀戮这一场造势 我们在周末的这个造势 是大大的成功吗 为什么大大的成功 因为过去大家电视上不敢讲 现在开始讲 尤其扣姐开始带领之后 大家就是拼命在讨论这些东西 而且越讨论越发现 问题真的很大 才发现说原来有这样子的家族 在恨行在某些地方 那当大家敢讨论之后的第二步 就是说在地的乡亲 其实因为这样子的讨论 他们也开始自我检讨 检讨出 过去放纵这样子的家族 在这个地方能够恨行 能够有很大的政治势力 到底对方对地方来讲 是正面还是负面 到底是好还是坏 所以在这一战里面 大家地方上也感受到了 看到了开始看到 电视在讨论 而且他们去别的地方上班 人家会说 问他说 你在中二选区 你们那里真的都是这个样子 问久了他们也会觉得 对了咧 我们的故乡有什么要这样 我们的故乡是不是应该要改变 所以到了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就是说 我们在肇事场上面看到 大家敢站出来 过去站出来会害怕 以前真的不是 过去站出来 大家真的会害怕 那现在站出来 大家会觉得 我以前电视每天都在说 我今天去工业区在上班 大家也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要问同样的问题 代表大家都敢讲 那我也敢站出来 有什么还不敢站出来 所以我们最近在地方上 很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说 不管我们在站路口也好 或是扫菜市场也好 或者肇事场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杀戮场 就是这个例子 就是说 很多的乡亲已经敢站出来了 很敢勇敢的 直接跟我们挥手 说比赞 加油加油这样子 以前真的不敢 以前不太敢 就是偷偷 甚至是我们在拜票的过程当中 都会偷偷跟你说 加油加油 偷偷的在里面这样 或者是你跟他握手之后 还蛮可爱 握手之后 还跟你call一下说 你知道 你知道 这样子 就不敢讲 不敢讲 那甚至是我们去拜票 都会说 好啦 我会跟你支持 你以后不要再来 你如果来 他们的知道 不要让他们知道 会有这种状况 那这一次其实我觉得 因为全国的舆论 大家在讨论 这也是一个民主修复的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当大家在讨论 这样的状况 那为什么大家会关注 因为觉得不好 不好就会想 哇想知道 想懂 想理解 对 那当大家愿意讨论的时候 其实在地的乡亲 就会开始被影响 而且在地乡亲 他们会比对真实的状况 事实真相 对不对 那可是你在选举的时候 其实是被威胁的 对不对 当时是 就遇到一些 压力蛮大的状况 大哥会打电话给你吗 有遇过 有遇过 台湾几个称的出名号的 大哥们有去找过 但是 没有 也是很客气 他们那些人 其实都会很客气 跟你讲说 就怎样怎样 就不要怎样怎样 就大概会这样 叫你不要好好选 都会很客气 他也不会跟你讲这个 他都会很客气 但是你就知道 他来找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可能不知道 例如说 延亲彪到了你家 到寇姐你家坐下来 跟你聊聊天 跟你聊股市 你会相信他跟你聊股市吗 对不对 你可能会赶走他 但你一定知道 他的来意是什么 所以 在那个选局 确实是有很大的 这样子的压力 但是在这一次 因为 所有的年轻人也好 或者是有上班族也好 你在上班的场域 大家都会跟你讲 哎呦 你那股哪里这么合 当有人这样跟你讲之后 你就会知道 对呢 过去那个状况是不正常的 我们应该要改变它 所以现在 未来这四天 我觉得 会有更多的乡亲 会愿意站出来 我们后面还有几场造势 那我相信 会有更多的乡亲站出来 我们也在大规模的 车队游行 车队扫街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感受得到 民众的热情 好 但是世凯两次选举 真的是 非常艰困 所以是你两次的拼搏 我终于换来了 这个真相跟这个光明 还有正义彰显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不对 我记得你在杀戮的选举的时候 我有去过 当时这个你的那个场选举 对我来讲也是很奇怪 但是我根本搞不太清楚状况 就是怪怪的 对不对 是 寇姐那个时候去 我真的对你很抱歉 因为我没有跟你讲说 那个选区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 所以你上去之后 你还真的很敢讲 但是你讲完之后 有一段我没告诉你 你讲完之后 下来旁边有些乡亲就跟我说 要叫警察跟他保护吗 他怎么这么跟他说 要拿旁诞衣给他 就是说因为寇姐 你不了解那个地方 那个强制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 尤其你去帮我站台的那一场 其实是在杀戮 杀戮啊 在杀戮的他们的地盘 我根本就是 离他们家很近的地方 出生之独不畏虎 我这个很少去站台 但是因为世凯不一样 他是我的家人的好朋友 所以那一次呢 我先讲一下 我是不站台的 那一次我去 我还有跟我的电台 方面有这个报备过 就是那我说世凯不一样 他是我家人的好朋友 而且非常好朋友 所以我要去 但是我事后想 真的那个场面好奇怪 他很像那个 武侠小说里面的 一个场景里面 就是旁边都是杀 然后有一个 有一些人在现场 然后有一个候选人 然后就有一个傻傻的周一寇 在上面讲得很认真 然后骂严家骂得很大 然后缝很大 对对对对 那时候2016年 我就已经跟严家杠上过了 因为2006年 我就说过他是黑道立委 然后他告我 他告我 然后呢 两度这个 他告我告到检察官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 告到台北地检署 两个礼拜就被检察官起诉 地检署 那也是火术 当然了 那个时候他是 严亲标是大委的嘛 然后呢 这个上诉之后 他还是说 可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去跟王金平说 王金平就说 怎么这样呢 然后我来跟他讲一讲 说叫他不要这个 把他策告 就会出现了 所谓我求饶的那个 严家所编织的这个画面 连我自己都觉得 这一段时间 我被严宽恒 跟严亲标父子 这样子 针对性的栽赃攻击 我都觉得好委屈 何况是陈世凯 那是 你十年 对 我们真的要拍拍 你的背也秀秀 不会 但是我们的选区 其实我这十年 还真的看到 那个选区的改变 对 真的有渐渐在改变 这就是民主的可爱 敢站出来的人 越来越多 那我们的选票 越来越多 所以你会观察到 自从严宽恒参选之后 他的选票 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从来没有超过百分之五十 就是这个选区的改变 而且那个时候 都还没有他们家 那个机会是 用这个一对一的选举 用个案的方式 做新闻的检验吗 对不对 那这一次搜出来这么多东西 都超乎你们的想象吧 你过去跟他选举 当时很多人的感受 包含我个人的感受都是 当时都是只有听到传言 但是没有证据 你没有看到很多的证据 不过这一次真的是 媒体舆论大家很努力 不只啊 看到很多的证据 证据是当事人 把这个法院的判决啊 资料出来 然后爆料人自己 戳面讲 还有一点 就是他自己自爆 等下一点 再次回了吧 这次回到这里 whisky ups 称